大家好,我是美厨娘,冬天吃羊肉再合适不过,暖心暖胃又暖身 上一次发的羊肉汤视频,好多粉丝朋友们反馈,做成功了,味道特别鲜美 你们心里高兴,我心里更高兴 今天再和大家分享另外一种做法 汤鲜味美,不行不删 二斤羊腿肉,先切成大点的长条状 然后再切成2-3mm的小方块 切完之后放入清水,浸泡两个小时 这一步可以有效的去除血水,去除腥味 经过两个小时的浸泡,羊肉的颜色变浅 泡出来很多血水 煲汤的话这一步必不可少 把血水倒掉,再清洗两遍 清洗干净之后,冷水放入羊肉 放入生姜,大葱,还有料酒 去腥三件套,必不可少 水开以后焯水2-3分钟 捞出来放入温水中,清洗干净 洗掉上面的血沫 这一步的目的是,煲出来的汤更加干净,不浑浊 羊肉清洗干净之后,把水分挤掉 放入碗里备用 砂锅内放入食用油 油热之后放入羊肉 再放入姜片 大葱 大火进行煸炒 把里面的水分炒出来 炒干,炒香 还可以炒出部分油脂 等到羊肉表面微微发黄 炒出香味之后,加入开水 羊肉经过高温煸炒 再加入开水 自然而然就变成了白汤 这里解了大家一个疑惑 有好多粉丝朋友留言问我 是不是加了什么化工原料 根本不需要的 这里再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放入极片白纸 可以有效的增香去腥 加入开水以后 前15分钟必须开大火熬 撇一下上面的浮沫 15分钟之后 把里面的葱姜剪出来 已经发挥过作用了 然后盖上盖子 小火炖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以后满屋都是羊肉的香味 而且羊肉也特别软烂 这个时候可以加入你喜欢的配菜 可以加萝卜 山药等等 今天我加的是红薯粉条 红薯粉条炖五分钟左右 加入油炸豆腐条 最后开始调味 放入一勺盐 适量的胡椒粉撒开 不需要加入太多的调料 鸡精味精都不需要 这一种做法 是我家经常吃的一种做法 特别好吃 大家可以试一试 光火出锅之后 撒上自己喜欢吃的香葱 香菜 枸杞 咱们的清炖羊肉汤就做好了 汤香味美 不腥不山 吃的时候连汤带菜一起吃 既是汤又是菜 一碗下肚 身心备暖 每天更新一道家常美食 喜欢的朋友 麻烦点赞 关注 加转发 谢谢大家